《心灵法门佛台》 《太岁菩萨》、《南京菩萨》、《观世音菩萨》、《释迦摩尼佛》、《观平菩萨》、《观地菩萨》、《周仓菩萨》 其中,《观世音菩萨》与释迦摩尼佛并排放在中间 佛台背景化的光环在两尊菩萨的中间 佛陀圣号 拿摩释迦摩尼佛 公请感恩顺序 上香的时候,事先感恩,拿摩释迦摩尼佛 再感恩,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 接下来感恩,接下来感恩,《南京菩萨》、《太岁菩萨》、《观地菩萨》、《周仓菩萨》、《观平菩萨》 设佛台恭请顺序,与以上一致 先恭请拿摩释迦摩尼佛 再恭请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 上香磕头数量 跪着磕头,每尊菩萨三叩拜 如何请佛陀进入宝像 求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 请拿摩释迦摩尼佛 进入我某某某所供奉的宝像 然后念诵一百零八遍 拿摩释迦摩尼佛圣号 设佛台时请菩萨上佛台的顺序 依次为释迦摩尼佛 观世音菩萨、南京菩萨、太岁菩萨 观地菩萨、周仓菩萨、观平菩萨 烧送大香如何操作? 如果大香是檀香木的话 在佛陀的香炉前点燃一根檀香木大香 先在佛陀的香炉昂烟三次 再在观世音菩萨的香炉昂烟三次 最后将熄灭的檀香木 竖着插入佛陀的香炉中 下次可以继续使用 如果大香是一种檀香棒 檀香粉压制成的可以一直自然燃烧 可以在佛陀香炉点燃一根大香 插入佛陀的香炉中 然后在观世音菩萨的香炉中 点燃一根大香 插入观世音菩萨的香炉中 无需昂烟会自动燃烧 油灯水杯和香炉数量 如果佛陀本身就有六个香炉和六个油灯的话 供奉释迦摩尼佛之后 需要各增加一个香炉一个油灯 观世音菩萨和释迦摩尼佛不能共用一个香炉 如果佛台原本只有一个大香炉或者两盏油灯 则可以保持不便 水杯需要增加一个 相关问题事宜 问 烧送小房子和念经的祈求词 是否还是求观世音菩萨 答 保持不便 问 放生 到了放生地点 先对着天空三称 感恩南无大慈大悲救苦救难 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 然后念经祈求放生 以及许愿 请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慈悲保佑 我某某某许愿的祈求词 君士求观世音菩萨 是否保持不便 答 不便 问 念经最后感恩的时候 可以说感恩南无释迦摩尼佛 感恩观世音菩萨吗 答 可以 问 如果家里已经有了一尊佛陀 是坐像 可以供奉在观世音菩萨前面吗 还是必须在观世音菩萨的左手边 答 按照心灵法门佛台的顺序 现在应该供奉在观世音菩萨本身的左手边 即我们面对佛台时 两尊菩萨在中间 观世音菩萨在左 佛陀在右 佛陀在右 如果实在条件有限 可以将佛陀 共奉在观世音菩萨照片的正前方 但是比例不能太大 不能挡住观世音菩萨太多 也不能太小 不能比其他几尊菩萨小太多 问 大日子是否佛陀香炉和观世音菩萨香炉都是三支香 其他香炉一支香 或者所有香炉都三支香 答 是 问 如果暂时没有条件扩展佛台 想保持现有的佛台不便 是否可以 答 最好加一尊释迦摩尼佛 照片可以小一点 但是 不能小于南京菩萨等几位菩萨像 问 其他心灵法门菩萨像的香灰 可以放进去佛陀香炉吗 答 可以 问 如果家里已经有释迦摩尼佛 我不供奉观世音菩萨是否可以 答 不可以 这已经不是心灵法门的佛台 问 有些佛有的佛台因为位置有限 现在观世音菩萨照片很大 供奉在最后面 其他几尊菩萨照片比较小 都供奉在观世音菩萨照片前面 这种情况 可否将佛陀照片供奉在观世音菩萨的正前方 答 可以 佛陀照片不能小于南京菩萨等几位菩萨照片 问 佛陀照片大小有无规定或要求 答 有心的话 最好佛陀照片跟观世音菩萨照片一样大 如果实在条件有限 可以不小于南京菩萨等几尊菩萨照片 问 佛台续香的时候 以前是可以只在观世音菩萨香炉续香 现在应该如何续香 答 需要在佛陀香炉和观世音菩萨香炉两个香炉中续香 如果是观音堂佛台的话 可以请佛有随缘续香在这两个香炉中的一个 保持两个香炉都有香即可 如果是家庭佛台的话 需要两个香炉同时续香 宫请设立佛台步骤 一 把准备好的供品双手顶礼请上佛台 一 菩萨像 面对佛台排列 数字为顶礼请上佛台的顺序 四 太岁菩萨 三 南京菩萨 二 观世音菩萨 一 释迦摩尼佛 五 观地菩萨 观平菩萨 周仓菩萨 二 香炉 三 油灯 四 水杯 五 水果 六 鲜花 二 公顷 一 点油灯 如果有垫的莲花灯 请先开莲花灯再点油灯 二 点香 用油灯点香 可以每个香炉三支香 香一定要竖着微举过眉头拜三次 多支香同时插入香炉 不需要分开 香头不能对着菩萨 三 点大香 檀香木三次 烧大香 就是在佛台前点好佛灯 点好香 然后用佛灯的火燃烧檀香木 然后把火熄灭 不能用嘴吹 出来的烟就是大香 是菩萨的香味 可以反复做三次 如果大香是檀香木的话 在佛陀的香炉前点燃一根檀香木大香 先在佛陀的香炉昂烟三次 再在观世音菩萨的香炉昂烟三次 最后将熄灭的檀香木竖着插入佛陀的香炉中 下次可以继续使用 如果大香是一种檀香棒 檀香粉压制成的 可以一直自然燃烧 可以在佛陀香炉点燃一根大香 插入佛陀的香炉中 然后在观世音菩萨的香炉中 点燃一根大香 插入观世音菩萨的香炉中 无需熬烟会自动燃烧 四 面对菩萨跪下 五 恭请美尊菩萨三称 拿摩释迦摩尼佛 拿摩大慈大悲救苦救难 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摩合萨 拿摩南京菩萨 拿摩太岁菩萨 拿摩观地菩萨 拿摩周苍菩萨 拿摩观平菩萨 您所供奉的美尊菩萨各三称 六 求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 请拿摩释迦摩尼佛 进入我某某某所供奉的宝像 然后念诵一百零八遍 拿摩释迦摩尼佛圣号 恭请观世音菩萨 进入我某某某所供奉的宝像中 念诵七遍大悲咒 七遍心经 求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 请南京菩萨 进入我某某某所供奉的菩萨宝像 一百零八遍南京菩萨圣号 求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 请太岁菩萨 进入我某某某所供奉的菩萨宝像 一百零八遍太岁菩萨圣号 二十一遍消灾吉祥神咒 求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 请观地菩萨 周仓菩萨 观平菩萨 进入我某某某所供奉的菩萨宝像 一百零八遍菩萨圣号 祝 如果是台掌开光的菩萨像 可以直接供奉 并不一定需要这样念经 可以统一请美尊菩萨 进入菩萨宝像之后 统一念诵七遍大悲咒 七遍心经 七 跪着磕头 每尊菩萨三寇拜 三 可以根据自身情况许愿与祈求 一 许愿 不杀生 吃素 度人 印经书 刻光盘 根据自己的愿力 条件许愿 每个人的境界不同 需要量力而行 不宜要求所有人 一定要按照某个愿力来发愿 二 祈求 根据自身的情况 说出合理的祈求 比如 身体健康 事业顺利 家庭和睦等 四 磕头感恩 最后 再次感恩各位菩萨 并磕头 每尊菩萨 三寇拜 您所供奉的美尊菩萨 三 感恩诸佛菩萨 及龙天护法